大家好 我是蕭明 今天是2023年11月23日 美国的感恩节 首先祝大家 合家团圆感恩节快乐 今天呢我讲两个话题 一个是OpenAI的闹剧让我对 其中的主要人物反倒升起了好感 我的一大感想就是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中国是绝无可能的 而这正是中国的悲哀 另外呢我想谈一下拜习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先进一段工商信息 现在咖啡馆 机场 餐馆 酒店 到处都有免费的WiFi 看似方便 但是实际上却很危险 因为在同一个WiFi网络的任何人 不需要具体过硬的技术 只要有一点廉价的设备 就可以轻易的入侵你的手机或电脑设备 窃取你的密码账户登录信息 信用卡信息 甚至查看你的股票交易等等 美国国家安全局强烈的建议 每个人在使用公共WiFi的时候 都要使用VPN 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使用ExpressVPN 它可以100%的加密你的网络流量 并且把流量重新导向安全的服务器 任何人都无法窥探你的个人资讯和网络活动 这样就能保证你的数据安全 最值得一提的是ExpressVPN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打开应用程序 点击一个按钮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而且你可以在所有的设备上使用ExpressVPN 包括手机电脑平板电脑 智能电视甚至你家里的路由器 它可以时刻保护你和家人的网络安全 点击描述栏中的链接 在ExpressVPN.com slash Simone 就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的免费服务 好 我们继续说新闻 OpenAI在4天之内换了4个CEO 最后的结果是起初被突然解雇的CEO Sam Altman又被请回来复职 这场闹剧的核心是为什么Sam Altman会被解雇 他又为什么被复职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Ilya Sutskever 他是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以及董事会的成员 他是参与解雇Sam Altman的主要人物之一 因为就是他通知Altman参加公司的会议 然后会议就宣布解雇了Altman 多家媒体报道说 他之所以要把Altman搞掉 可能是因为他和Altman 在AI发展理念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这个Sutskever是非常强调 比较AI的安全性的 OpenAI的员工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 说Sutskever聚焦在两个问题上 首先是如何让人工智能可以实现 人类水平的思维 也被称为人工通用智能 就是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其次呢是如果AGI和人类的价值观发生冲突 它们将是危险的 那如何避免这个危险是他的另一个关注点 大家觉得他这个两个聚焦是不是矛盾呢 其实呢一点都不矛盾 因为研究AGI是这个科技的潮流 与其别人先发展出来 不如他们自己先发展出来 这样呢他们还有控制AGI和塑造AGI的余地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 他底下的一位科学家 在向他这个汇报工作的时候呢 这个Sutskever就说 说很好 你做的不错 继续 但是呢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 如何把人工智能爱人类这件事情 用程序固定下来 可见他对这个AI的安全性是多么的重视 那有媒体报道说呢 他在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方面和CEO 这个Sam Altman就发生了矛盾 他想让AI变得更安全 但是呢 Altman在努力的推进AI的快速发展 以此为公司带来更大的利益 因为这个矛盾呢 Sutskever他就发起了这次公司的政变 但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 因为在这几天当中呢 其中一位被任命为临时CEO的 他叫Emot Scheer就发推特说 他发现董事会解雇Altman的理由 根本不是因为AI的安全性问题 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么奥特曼到底是为什么被解雇的呢 有一个叫做Kicker Symbol 已有的媒体 他透露 说是因为奥特曼最近非常积极的接触 中东的投资人 要发展一些新的业务 比如说他想让OpenAI自己做芯片 这样就不使他们依赖于这个英伟达公司 因为现在高级的AI的芯片基本上都是英伟达造的 那这样呢就是OpenAI的发展受制于英伟达 而奥特曼想让发展AI和AGI的这个核心能力 掌握在自己公司的手中 但是呢他的这些新的做法可能是引起了董事会的不满 他们说奥特曼行为不透明 也许是这个奥特曼没有和董事会沟通好这些事情 这个是他被解雇的真正原因 那么苏斯卡尔为什么在三天之后突然又反悔 又支持奥特曼重返CEO的职位呢 我猜想啊 这个是因为他发现奥特曼在AI安全上 和自己并没有什么分歧 事实上OpenAI最初的创始人就是奥特曼和伊朗马斯克 而这个非盈利组织的目的呢 就是要研究如何让AI的发展不威胁人类的安全 所以说奥特曼和这个苏斯卡尔它是一条形的 下面我说点感想 这件事情总体上让我感觉是不坏的 因为如果闹剧的起因是因为 这些跑在AI发展最前面的科学家呀CEO呀 因为担心AI的安全而做出了有点歇斯底里的这个举动 那我觉得并不是坏事 它让我对人性反而是更有信心了 搞出这样的闹剧 起码是比不问AI对人类的危害 众志诚诚的闷声发大才要强 是吧 而这种事情只有在像美国这样有思想自由的国家才能发生 在中国是绝无可能的 有人说如果美国科学家对AI发展进行限制 但是中共不限制那不是更糟糕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国因为它那个政治体制的原因 对AI的发展限制其实是更多的 在发展AI通用智能方面 中共是没有可能超越西方的 因为它从根本上就不允许AI自由思考 它们也不允许科学家自由思考是吧 所以它们就造不出来这种AGI 在一定的特定的领域 比如说像图像识别等方面 中共是有可能超越其他国家 因为它们收集的数据很多 但是因为AI现在发展的模式已经改变了 数据量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了 所以中共在AI方面 是不是真的能超越西方国家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想谈一下拜习会之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人谈过了 但是我的观点和大家可能是有点不同 所以我还是把它提出来给观众提供一个多一个思考的角度 首先就是习近平和拜登为什么都急于要见面 他们各自想得到什么 我认为呢举行这个会面是因为各自都憋不住了 中国的经济是快不行了 习近平急需美国松开掐着中国脖子的双手 急需美国进一步对中国的经济输血 而拜登呢则是急需改变现在他糟糕的执政记录 大家想一想现在两个世界上两个战争已经开打了 那美国国内的经济也不看好 现在美国在支援两个战争 实在是不能让第三个葫芦再冒起来是吧 也就是不能让台海出事儿 另外呢如果中美关系继续的坏下去 那中美经济走向脱钩 那么市场对此的反应将非常糟糕 美国的商业界也会大为不满 因此呢拜登需要把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这个趋势给抑制住 这个对2024年总统大选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我在这想强调一下 从现在距离大选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大选是美国政治最重要的事件 可以说一切都会围绕着大选而动 美国现在虽然是反共是大的趋势 但是在民主党的阵营里面呢 依然有很多民众不主张和中国彻底脱钩 这个也是美国商界一大部分人的意愿 因此呢拜登就必须回应这个民意 但是同时呢他也需要顾及大面积的反共民众的民意 这次APAC围绕习近平的来访 拜登是让两部分选民都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对于不希望中美脱钩的人来说 他们看到了拜登和习近平友好的会面 单独散步 双方都明确表示不脱钩 那习近平和300个就是美国的CEO共进晚餐 欢迎他们到中国投资 那习近平还表示说 从来没有就是打算在2027年或者是2035年 攻打台湾的计划 这个都是双方释放出的中美关系解冻 未来投资前景光明的强烈的信号 但是另一方面呢厌恶中共的选民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拜登在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方面 在美国对中国敏感领域的投资方面的这个限制 是没有让步 并且呢他还继续称习近平为独裁者 这个是安抚他们的地方 所以呢对于拜登来讲就是他的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 对于习近平来说呢他的目的一部分也达到了 他这次来应该是没有对拜习会抱有什么大的希望 他主要是冲着那300位CEO来的 同时呢他需要给国内的民众演一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平起平坐 美国的商业界热切盼望继续来中国投资的一场大戏 因为最近几个月的事实已经证明 中共现在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扭转经济的颓势的 中共的政策工具箱已经失效 所以习近平是急需美国为他站台 急需美国商界继续给中国输血 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召集先和美国的CEO吃饭之后 再和拜登会谈的原因 一个是他对这一场晚宴更加重视 那另外呢就是先和CEO吃完饭造成一个美国商界 热烈欢迎习近平的气氛 那这个对习近平在和拜登会谈中能够占据气势上的上风 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因为习近平和拜登的这场会面 既是彼此需要的会面 也是彼此看谁能镇住谁的会面 那个被镇住的一方在谈判中就得做更大的让步 但奇怪的是呢 习近平一方面急需美国的投资 一方面呢在和300位CEO吃饭的时候 却几乎没有提及这件事情 而是大谈特谈 什么希望美国商界成为促成中美关系 这些友好的力量 他在比尔盖茨访问中国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了 他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习近平希望这些商人去影响美国的政府 这个固然也是他的真实的想法 但是呢故意不做出急切的希望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的姿态 也是习近平需要的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屑于和你谈钱 我也不见得有多需要你 我的这个姿态是很高的 我的这个理想也是很高的 你要在仰望我的同时呢 心甘情愿的把钱给掏出来 习近平现在的情况是 既要求人又不能显示出在求人 那他这个套路起作用了吗 我觉得美国商人呢也是越来越精了 布莱德公司的总裁 一边是买了4万美元的票 和习近平坐在一个桌子吃饭 一边呢公司就撤出了中国 更耐人寻味的是马云 就在拜习会的时候呢 马云的家族信托传出消息 要以约8.7亿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1000万股的阿里巴巴集团的股票 这个动作意义非凡 首先这个表明就是最了解中国的人 对中国经济极度缺乏信心是吧 那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 作为美国企业家你是相信谁呢 你相信习近平说的话 还是相信马云用自己的亲身 就是示范来释放出的信息呢 第二就是马云的举动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政治表态 因为他直接和习近平当前的目标 是背道而驰的 他明显在给习近平拖后腿唱反调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是马云的个人行为 还是他后面有政治势力在支持呢 考虑到习近平最近是更换了四个军种 包括火箭军海军空军和总装备部 所有的最高领导层 开掉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而且不给理由 再加上李克强疑云重重的猝死 这就不得不让人猜疑 就是中共高层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独裁者呢 往往是到了穷途末路 局势失控的时候就会大开杀戒 歇斯底里 就会大开杀戒 歇斯底里 习近平和二十大刚刚结束的时候 权力是更巩固了 还是出现了危机呢 我的推断是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不行了 习近平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因为他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庞大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应该如何做呢 拜登政府掐住中国高科技的脖子 但是不和中国脱钩 这样的策略 是不是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呢 我的看法是 只要共产党执政 美国要保持和中国的大量的经贸往来 就会损害美国长期的国家利益 虽然呢 他们也会得到一些短期的利益 而这个正是美国商人不愿放弃的地方 就是仅仅限制对中国的敏感技术和投资是不够的 中国的制造能力 现在已经远远的超越了美国 中国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2倍 在战争情况下 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事实 二战期间 美国超强的制造业供应了整个盟军的武器库 那是盟军战胜希特勒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现在的美国已经失去了这个优势 你用几个高技术的武器 是对付不了成千上万的劣质武器的自杀性攻击的 尤其在台海战争的这个情况下 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而且还有就是像这次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的这个铁穹虽然是非常厉害 但是它一个铁穹的造价就达到五万美元 而哈马斯的火箭弹一个可能才几百美元 哈马斯成千上万的发这个火箭弹 你拿铁穹去挡长久下去是不现实的 进一步对中国的投资即使是在非敏感的领域 也会间接的提高中国整体的经济能力 尤其是它的制造能力 现在与中国接触就意味着向中国经济继续输血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共产党陷入困境的时候 它就会向西方伸出橄榄枝 但是一旦它们重新强大起来 它们就会开始削弱美国 并且试图取而代之 我们都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